拥有好产品为什么市场不认可 每天都在谈客户 为什么销售没起色 我把一些告诉你 营销就是如此简单 麦当劳和汉堡王相爱相杀近60年 通过一些营销事件抬高自家 然后顺便怼一怼对方 隔三差五就干上一架 每次都是脑洞大开 一个比一个鸡贼 而大多数时候虽然是互撕 但一直都共赢 肯德基估计内心OS 这俩货怎么总是不带上我 一次汉堡王瞄准了麦当劳 自动化缺乏灵活性 就打出have it your way的广告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视频场景 麦当劳叔叔都无法抗拒美味 乔装打扮偷偷跑去汉堡王买汉堡王 就问你狠不狠 户队中汉堡王总是强调自己是真火烤 并引以为傲 总是逮着机会贬低麦当劳非真火烤 不仅在1982年发起火烤而非油炸的广告大战 之后为了恶心麦当劳 汉堡王还拍了一个汉堡王送给麦当劳的礼物视频 汉堡王正式搞得很隆重 先是空运装车 还有摩托开道 宝皇特地跑到人家麦当劳门口 给人家送了一个巨大的礼盒 礼盒打开就是一个烤箱 就说我送你烤箱 你也可以做出像我一样好吃的汉堡 这还没完他们又安排了合唱团在那唱 我们从1954年就开始烤汉堡了 你们至今还在用油炸 现在我们把这个烤箱给你送来了 以后你们也可以烤出好吃的汉堡了 千万要试试看 这是我们最真诚友好的建议 真是细经无敌的脸皮 汉堡王真火烤也容易出消防事故 干窍 这样被烧的天灾汉堡王就经历了好几回 但是别人汉堡王够硬气一点都不慌 还没等麦当劳怼回来 汉堡王竟然直接把自家火在现场做成了广告海报 还配上广告语 从1954年起专注火烤烘焙 我的膝盖直接献上了 麦当劳和汉堡王互怼营销 取得了共赢的效果 堪称营销界的鬼才 现实生活中 广告做了一大堆 每天都在谈客户 订单却少得可怜 当我们陷入营销泥枣时 不妨停下无序的工作 审视自己的销售现状 学习营销实战技巧 突破营销瓶颈 扭转乾坤 成就销售辉煌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不好做的生意 只有不会营销的生意人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